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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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Ryan吉他指南 在經歷了好幾年的效果器研究 以及無數次的調痛實戰經驗 今天我終於要來挑戰 汪東城 搖滾之神 鬼龍 台灣電吉他手第一把交椅 大東哥的Poker Face Guitar Solo 在我看來 今天這一次將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挑戰 是一個比要調出John Mayer 跟Slash的音色 還要難的挑戰 所以今天我們非得要使用1等1的高檔效果器 才能調出 汪東城 搖滾之神 鬼龍 台灣電吉他手第一把交椅 大東哥的Solo音色 今天我選擇了Strymon的Iridium音效模擬 來幫助我完成今天的挑戰 那接下來挑戰正式開始 我們先來看看原本的影片 在這邊我第一個注意到的是我們兩個的吉他音高不太一樣 其實在這邊我第一個注意到的是我們兩個的吉他音高不太一樣 在這邊呢我們的汪東城 搖滾之神 鬼龍 台灣電吉他手第一把交椅 大東哥 使用的是 來自古埃及文明 失傳已久的69聲音階 69 Tonic Scale 好 那我們的69聲音階 69 Tonic Scale的調音法如下 第一弦調高14分 第二弦調高26分 第三弦調高10.5分 第四弦調高43分 第五弦調高34分 第六弦調低17分 第六弦調低17分 我們一定要把調音法調好 接下來我們才能好好的調整他的吉他音色 首先為了要獲得像他一樣空靈又狂野的吉他音色 我們要將我們的雙線圈行器設定在中間的檔位 那在這邊我將音箱模擬設定成 Fender Deluxe Revert的模擬 然後我將中頻還有高頻轉到最大 將低頻轉到最小 我們來聽聽看他的音色 那如果仔細聽的話 可以發現他的吉他音色裡面會有一層破音 所以今天我要再加上一個 Boss 的 Blue Striver Waza 那首先我們一樣先聽聽看 Boss Waza 的音色 為了要獲得跟他一樣的清澈顆粒感 我將 Blue Striver Waza 的高頻調到最大 我們來聽聽看吧 不過我覺得這個聲音還不夠像 我覺得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整個吉他 Punch 大道 直接穿越了音箱麥克風 到了錄音介面中 將錄音介面弄到失真了 其實真正產生破音的地方 是在音箱之後 所以我們試試看 將我們的破音移到我們的音箱模擬後面 那在器材調整完之後 其實最重要的是 要學習他的手痛 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所以大家請睜大眼睛仔細看 在這邊 我們的右手 Picking 要這樣子握 將我們的 Pick 握好握牢 這樣子才能獲得最大的 Punch 接下來 Lick 的最後一個音 左手要記得輕推四分之一個半音 接下來還有最重要的 要把我們食指往一點鐘方向比上去 大海大與城 從北京高雄下 一擠 多 eighth対峰 小都在掃握牢 Take 到北京大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那以上就是该如何获得 汪东城、摇滚之神、鬼龙 台湾电吉他手第一把交椅 大东哥的吉他影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你最喜欢哪一个Link呢 在下方用时间走标示告诉我吧 一样,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Ryan,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